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美国之前到美国的中间到回来 一直两三天就有大事情发生 一下子是侯友宜他的新北市总共被开了66枪 挥毁了是侯友宜的调查局 也就是他新北市新电区的那个调查局总部的资安大楼 发了大火而且把资料几乎都给烧了金光 并且没有人出来就责 连共产党的39席立委也全部保持揭默 当大家才在猜是不是资料都被拿走了 百官行述蔡英文是不是有了 所以没有人敢讲话的时候 接着赖新德赶紧要向前冲个百米成立竞争总部 偏偏蔡英文就是不支持他 而且在这时候又有陈水扁出来插花 而且还传说赖新德用了陈水扁当时候最重要的四个重要幕僚 包含邱毅人等而且才准备要决战中台湾 一副就要向前冲的样子 结果陈水扁的儿子就被决定关一年了 而且案子是曾经1917年案子 然后是接着陈水扁上台北要陈情抗议 结果是没有人敢理他 最终还说可能要把陈水扁再给收监回台中监狱 这一连串之后忽然再接出 这个转型促进委员会啊 就是促转会啊 来了一个春风状案 而且案子赖新德 就是其中代号5041的当年台大绝评学社的间谍 这一连串的安排和蔡英文全国美国 似乎是有一个逻辑 而且显然是有一只手 这只手还通向美国纽约或者华府 让我们感觉到不寒而栗 您怎么样点评这整个政治事件的发展脉络 郭总编 郭总教授 焦点在5041 是吧 这个代号突然这个从天而降 究竟从哪来的 可能就像您讲的 可能和那场神秘的大火调查局 神秘大火答案不见呢 这里面呢 有关联 那么5041究竟是谁 通过所谓转出会 转出会本身就是民进党 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来清算国民党在威权时期 就是老奖 两奖 这个执政的时期啊 所谓的这个对于学生啊 对于这个年轻人进行监控的这样一个 走所谓一个专案 这里面呢 就是要 一个从道德上来打击国民党的这样一个机构 一个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台湾呢 这个春风上进不上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突然 如果这个时候冒出来 春风上里面 还有一位神秘的所谓的特务学生 而这个特务学生 很可能在绿营的内部的高层 那这个爆炸星球 非常大了 所以他这样做的话 假如这样做 如果爆出来 因为是转出费 那么爆出来的那肯定是经过绿营的最高层的 受益 这个肯定 因为当然蓝营也想搞掉赖清德 是不是 但是蓝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当然他是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 只有绿营的最高层 那么现在谁 呼之欲出 这是第一点 那么假如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究竟50141 究竟是不是赖清德 或者是赖清德身边的重要的幕僚 如果这两点的话 我想对赖清德本人的选行 一定会带来致命的打击 换句话说 赖清德就选不下去了 那么选不下去 那就当然 绿营要换人 这可能就是 蔡英文的他的这个部署 他的算盘 那么究竟会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们还不知道 但同时呢 肯定这个所谓的车方杖 被重新被 被 这个抬出来 在这个时候被聊起来呢 其实 在整个的台湾社会上呢 也有一个所谓的 对国民党结伤疤 也 所以 左手 把内部的人 右手 重新再打 这个速度背心 打国民党 这就是 可能是 蔡英文的本身一个如意算盘 我是这么看 郭教授 是他这个如意算盘啊 显然 看起来不太像是他一个人 那个大脑可以想出来 因为 蔡英文光是制造一本假论文啊 就制造的708落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思维 缜密的人 这像是他那个 英系办公室里面 绵密的散常计划的那个团队 给制造出来的 而且时间呢 显然也不是突然的 这似乎啊 是已经等待已久了 再加上啊 民党已经呢 就公布过好几回 他们内部有哪些 以前就是国民党所派的学生间谍 而且造成这些人呢 最后都是宣布终身退出政治 如此一来 蔡英文选择5月的时候做公布 而且呢 故意先闷着 不直接把它掀开 然后呢 还慢慢的放给媒体 接着呢 连施密德主席都隐然若现 您觉得 这个在 林辞 赖清德的招数上 在政治的斗争上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法 什么样的步骤呢 您的看法 现在看起来 蔡英文跑了一趟美国啊 回来人就变得好像这个聪明了一些 那看来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了 或者说 本身这次美国之旅去有人耳提面命啊 当面面授记忆啊 给他三个锦栏啊 这个第一个锦栏什么时候开 第二个锦栏什么时候开 这都有可能了 这个可能了 为什么有说有可能呢 因为每一到这个台湾的选举的时候呢 这种类 这种事情呢 就会发生 所以现在究竟这个5041这个号码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点上 为什么出现一个5041 5041是谁 是绿营还是蓝营 是绿营的谁 是不是 这个赖金德 我相信自己 这个光把这个号码爆出来 就可能造成某种的这种 寒蝉效应 这个大家都是 这个要对着谁了 所以呢 应该说蔡英文呢 回来以后变聪明的 就是他这些说这些做法呢 包括神秘的调查局大火呀等等 这些做做法呢 都这个比以前的公开的一些 这个布局啊 公开的这样一些竞选活动 要来的更有杀伤的一些 让人 大家这个 所谓的政治人物呢 因为政治人物很难说 完全没有这个痛脚被人抓住 所以这个呢 这一招呢 这个5041这个密码 这个号码 究竟是谁 可能蔡英文就拿着这个 要来进行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 可能这是第一个 锦南第二个锦南 整个的一样打开 一打开 整个台湾的小型就打开 是我们还记得蔡英文 在纽约市闭门会议 而且那个闭门会议呢 有余茂存在 并且呢 只有八九个人在现场 锦南妙记也许就来 那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 同时他回来以后啊 才在上礼拜 郭总编和我对谈的时候呢 他就发生了一个 有25个军火舱 连妹到台湾来 跟他求受军火的这种盛况空前 在过去任何遇任 可从来没发生过 而且五天之后 还发生陈一扁的事情 陈志忠的事情 接着呢 就是春风专案的到来 这事情也未免太巧了 郭总编您说是吗 是 一切都很巧 但是巧 一件事可以是巧 但第二件事 就恐怕不是那么巧了 如果第三件事 那可以肯定 那背后就有一只黑手 这黑手 这已经是第五件事了 是 所以台湾的险情 非常的精彩 我们继续与郭总编 保持密切的联系和联系 感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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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